現在這個畫面是嘉興敦的106線 通往救武堂的路線 現在是不通的 凱米颱風帶來的豪雨 造成太武鄉嘉興部落連外道路中斷 目前對外交通受阻 部落長者無法外出就醫 讓族人非常擔心 而武台鄉大五部落對外的聯絡橋樑 武達二號變橋 更被暴漲的野稀沖毀 目前道路中斷成為孤島 而雪上加霜的是另一座古人仁橋 橋蹲基座被暴漲洗水沖刷出現崩塌 凱米颱風夾帶的豪雨 在中南部帶來嚴重農損 根據農業部會整個縣市查報資料顯示 全臺農損金額超過3.6億元 而受損最嚴重的屏東 就達到2.4億元 其中香蕉是受損最嚴重作物 屏東縣長周春敏二十六號視察後表示 將全力爭取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所在成的農業災害損害是全國最高的 我們會盡快統整 那明天賴總統來一定也會做最好最好的一個 給農民照顧的方案 開米颱風二十六號早上八點半 截除海陸警報 但外圍環流加上西南風水器 持續影響臺灣 中南部依舊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 提醒民眾應避免進入山區及河川活動 原始新聞鵝舍 屏東舞臺 泰舞 屏東市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